大家好,我是科广志 一觉醒来,发现大家都在艾特我 毛东李源还私信我说 你被网爆了,全网都在喊来打你 我还说怎么了呢,吓我一跳 我也没干坏事啊 看完之后我才知道 这是有科后给我喂饭的 使用广志之前 黑神话里的悟空被称为元神 使用广志之后 整个游戏变成了黑神话广志 与他的跟班小猴子 我就感觉西游记里有9981难 其中80难都是广志救我 还有一难就是打广志 在西游记里经常出现的就是 大师兄是不是被妖怪抓走了 而在黑神话里 动不动就是广志救我 大师兄快被妖怪打死了 变身广志的感觉怎么说呢 那真是一时变一时爽 一直变一时爽 黑神话火了,广志也跟着火了 广志所在的地方 成了新一代打卡点 大家都跑去打广志 跟广志合影 但是我的录师朋友都26级了 还没找到广志 玩了黑悟空之后呢 我发现大家的成语水平 也是水涨船高 网友们对广志的喜爱 简直是广为人知 它的厉害大家都知道 而且每个新玩家 都被推荐使用广志 这就是推而广之 在黑神话里 见仁见智的意思是 若识相就能见到我的仁慈 不识相就能见到我的广志 我发现你们一个两个都把广志吹上天了 怎么没看到你们给广志加点呀 而且也没看到直播间的朋友们给我点赞呀 你们可能觉得我叫广志是有深意的 广京东家电 屏幕大到震撼 视野宽广无边 智AI芯片 画质自然真实 智慧生活体验 所以你们今天在京东买的每一件产品 都是广志给你们的安全感 都是广志给你们的生活加分 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不仅仅是家电 还有那份广志在手通关我有的自信 神通广大指的是黑神话通关 广志作用真的很大 老玩家稍微尝试一下就会发现 广志并不是最好用的变身 但从获取难易度来说 广志是最前期最简单的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这句话用来形容广志在语中的陪伴和羁绊 我就想问问 我的脱口秀和京东电视 能不能也成为你们的白月光 陪伴你们出过每一个快乐的夜晚 在黑神话悟空里 我们可能只是一段代码 但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都是自己的英雄 祝愿大家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属于自己的快乐 成为自己的英雄